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5日 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 来谈谈两个著名的律师 一个叫王全璋 我们知道王全璋被判刑四年半的 罪名是山洞跌估国家政协人 现在终于从这个山洞淋漪监狱出来了 应当讲啊 熬过这个铁窗生涯 能够活着的 健康的啊 回到家中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说他的太太李文竹啊 就非常高兴啊 根据网中的消息讲 说是他应该是清晨五点钟就出狱了 他和他的儿子啊 这个盼星星盼月亮 盼了这么多年啊 总算是看到了一切曙光啊 没想到人不能回到北京啊 反倒压往这个济南啊 也就是就王全璋原先的老家呀 他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有一个房子 原本那个房子是租给别人的 但是中共这种集权统治就是这样 领导人一句话 那下面就是执行啊 为了维稳啊 所以说早就了解了这个王全璋 那个家里的所有的情况 包括经济情况啊 你在哪里有房子出租给什么人 他可能早就跟进了 然后呢 在这之前 他就可能把那个租客 把他赶跑啊 租客必须走 为什么呢 如果是公安系统 或者安全系统去恐吓啊 威胁 那租客呢 一溜小口 跑得越远就越好了 所以说 中共之所以啊 直接的介入他这个家里 这个属于个人隐私的经济问题 经济事项啊 家务事项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防止这个 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王全璋 回到这个 中国的政治经济的话 纵心北京啊 因为如果你在北京的话 那肯定给当地这些治安啊 带来一些麻烦 因为中共出于一种 权力即将崩塌的前夕 特别恐慌啊 生怕这样有影响力的这个律师啊 这样的知名度高的人物啊 这个来到北京 那自然而然一方面聚焦 全世界的泄民媒体关注的目光啊 北京 这个老外 记者站 遍布啊 而且政治经济文化 又是一个非常活跃 这么一个地方 权力又集中在那里 中南海这个领导人都生活在那里 他们现在还不害怕这个疫情啊 也害怕什么的 害怕这个民主运动啊 因为王全璋经过这四年多的这个折探嘛 虽然肉体上遭受了一些折磨啊 但是知名度大增加 这个这一点是中共感到非常恐惧啊 所以说他就借这个什么疫情隔离啊 这个理由啊 那么对王全璋就把他押解到了 直接押解到了这个 这个山东济南了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出狱的时候都是家属 亲友啊 找一辆车高高兴兴的 借他们出来找个点洗个澡 静心身 然后中午啊 吃点饭喝点小酒啊 庆祝庆祝 但现在这个形式是个特殊情况下啊 那么不在外面吃饭也对 但是可以回到家里 这个自家家业啊 但是现在不行啊 因为中共非常非常的恐慌啊 所以说对王全璋的打压很厉害 在他出狱之前 先到这个济南去恐吓威胁 这个他的亲友啊 王全璋的知己亲友啊 目的有什么呢 让他这些亲友啊 就是包括他的姐姐 王全璋和姐夫 就是你们不要乱手乱动 以后啊 软禁这个王全璋 这个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啊 在这个期间必须配合组织啊 否则的话呢 严厉的镇压啊 这一点本人是太有体会了 本人2006年 这个1月4号 从大连南关里面监狱释放之后 那个时候这个是呼温时代了 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李克强又担任这个省委书记 所以说相对的这种打压 这个弱势了一点点 再加上他们有权力斗争啊 李克强不喜欢这个薄熙来啊 所以说薄熙来的手没伸那么长 这个没能阻止我回到自己的家中啊 你像这个王全璋这个 这个王全璋这个事情就截然不同了 因为现在习近平非常强势啊 强硬啊 那么之所以把他压在这个 作为北京人 户籍在北京压在这个山东林仪啊 其目的就是告诉他 这些维稳的钻证工具啊 过去一点变化都没有了 我们知道林仪这个地方整 陈光诚整的全世界都出了名了 臭名昭竹啊 那些配合中共维稳这些警察 再想副警 还有一些社区人员 那都是镇压这个异议人士啊 和律师打压律师 都是轻车出路 不管谁上台啊 都要利用咱们这些刀疤的 这个枪杆的和这个手术铐子 本人当年是被总共软禁了三年啊 判刑了五年 另一个月初的还越软禁了三年 像王春章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了 因为他这个现在的形势截然不同啊 再加上他的影响力呢更大 所以说这些维稳人员呢 那都是姓氏动众啊 你看到今天我看到网络的消息啊 原本这个这个李文竹啊 就想跟他先生能够 在北京团聚啊 现在看来绝对不行啊 总共这个可能在这个 释放之前呢 就对这个王全璋进行的警告啊 恐吓啊 再加上关押这四五年呢 再正常的人也会变得什么 就心情的就比较忧郁和压抑啊 那心理是肯定不服啊 但是没有办法啊 所以说这个过长时间这种关押 使这个囚徒啊 再回归社会的相当艰难啊 这对人生来讲是一个炼狱啊 这个一般人是很难这个想象这种痛苦的 所以说这个王全璋回到这个激难的老家啊 这个好在什么呢 有一个住处啊 不为这些 这些经济问题啊 物质生活所就困着 这一点比什么都好啊 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啊 先安置一下 这个调整一下心态啊 这个看看病啊 这个 补充补充身上的营养 这个读读书啊 和家人聊聊天 作为李文足 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伟大的女性啊 这很强势的 原本可能都是小女子啊 和别人讲话可能都是比较羞涩的 但是后来为了 这个旧王王全璋 不屈不挠地奋斗了 这四五年啊 这里边的故事就太多了 我记得本人曾经这个 写过文章 也发表过视频节目啊 谈到过李文足啊 我把它称为什么 现代梦江女啊 就哭到长城啊 可惜啊 中共这个集权统治 他们是冷血 不会受感动啊 不会因为你 这个痛哭流泪啊 感到伤心 他会崩塌 他不会的 最后人民群众在抗争当中 他最后才能倒台啊 由于他现在已经意识到 自己已经夸台再继了 所以监狱前这个 台湾这个民主化的进程啊 那个时候就是 这个民主的转型 和平转型 很重要的推手就是律师 我们知道台湾第一个民选领导人 这个总统 这个陈水扁就是律师出身的 美利岛事件 他给美利岛事件里面那些 这个坐牢的人做辩护 辩来辩去 自己变成这样一个 这个政治人物了 那当然他的故事就更多了 中共肯定是非常的 这个详细的啊 研究什么呢 台湾的本体 就民主转型 特别怕什么 台湾这个民主的灯塔 照亮大陆 所以说你看现在 中国发生的事情啊 包括709的律师这个案子 这个就和台湾当年 这个民主转型 蒋经国那个时代一模一样 一个脚本啊 情节略有不同而已 只不过是蒋经国 胜过了蒋介石了 作为这个官二代吧 专制集权的第二代 他选择了什么呢 选择了自上而下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啊 开放党就报警啊 避免了就国民党遭到 大清算啊 所以说是国民党能够留下来 最后台湾实行了什么呢 一人一票的选举啊 这是一个伟大的啊 瞄不起的这个事实 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人民完全可以 有民主 完全会民主 并非像共产党讲的 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啊 所以共产党就非常非常恐惧啊 由台湾的演变 共产党对律师的打压 那是绝对是这个毫不留情 我们知道 就高智晟的案件啊 到现在这个人不知道在哪里啊 还有这个 徐志勇的案件 这个等等啊 都是都是律师在主导 因为什么未来中国民主转型 领军人物将来成为第一任 这个中国新的啊 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的总统啊 很可能是律师出身的人物 并非什么名人啊 并非文人啊 记者等等 因为那都是些书生的 像我们这样干不成大事 真正干大事的 很可能都是这个 维权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 风起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律师啊 所以总共一看到律师 那是回来发抖啊 一看黄权章 终于出来了 又如此的有知名度啊 那么又有民意的基础 现在整个老百姓通过这个防疫 阻击战这个事情啊 已经看透了中共的 这个反动本质啊 所以说全世界各地谴责 中国人民要即将抛弃他们 所以说他们特别担心 这个领军人物出现了 登高一户 响应者如云啊 那一夜间就崩塌了 所以说他们这种恐惧啊 肯定要帮助他们 肯定要是深思熟虑啊 给这个老权章找一个小地方带着啊 把他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啊 这就像对待什么江天勇一样啊 江东勇也是 他也是不让在北京带着啊 把他这个软禁在这个河南这个乡下啊 一个小县城里边 这都说明什么 说明中共这个集群统治就非常的虚多啊 你看表面上 营造一个太平的盛世 把那领导人催的是 一个人定于尊的 但是你看戴着大口罩 整天瞎的是 像缩头如无鱼似的啊 所以说 下面这些公结法司 那可没有讲的 那都是混饭吃了两面人啊 谁的权力大倒向谁啊 当年这个镇压看管 这个陈光诚那些人 是在这个忽温那个时代啊 那么现在你变成了江泽民 变成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啊 和过去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是什么呢 向左走的步伐 加快了啊 这样老百姓的力度啊 更是无所不宜契机 这正是他们一个 政权走向这个衰亡的 一个显著的这个标志 所以这次王天上 一释放 人们马上又想起了 就是新的 新的这种 这个回忆啊 新的记忆 想到了什么 2015年呢 就709的答案 当时是逮捕 传唤 刑事拘留啊 约他的上百位居士 民间危险人士 上反民众和亲 称为什么呢 709大罪 大抓捕 那么王先生在当年 8月3号被带走 16年 放在这个天津的 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这个审理这个案件 以煽动 跌覆国家罪 罪行罪 煽动 跌覆国家 政权罪 判了有期徒刑 四年半 剥夺政治权力 竟然是五年 这根本都是 不符个宪法的规定 你这个副驾行 还胜过了 这个实行 原因是什么呢 剥夺政治权力 这个更厉害 因为说你 虽然回到家里了 他可以以什么 你没有政治权力 这个理由了 天天监控 天天骚扰你 一到了有重大的节日 这个一些敏感时期 他就 国宝就登门了 国宝 国安 社区 共产党这种 就是维稳的工具 渗透到每一个领域 无所不有其极 所以说 将来 在这个济南的生活 肯定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麻烦 所以说李文竹 这个抗争的路 并不能 并不可能因为什么 因为老公 或者释放就完结了 这仅仅是另一个 这个大监狱的 苦难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件事情 这个不是孤立的 我们看到 这一两天 还有一个打压律师的案件 也在网上 这个盛传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河南有个律师 女律师 非常的有名 非常的 有这个敬业精神 也非常有良知 她就是什么呢 她在网络上 发一个消息 发了一张图片 她叫 郑州律师 叫刘盈盈 这个人 她就是在网上 发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当中 表现什么 表现了 武汉汉口殡仪馆 这个门前 摆了一条长龙 很多的人 这个家里 亲友死掉以后 都在开这个 都去领取这个骨灰 这个按道理讲 是公民的一个 最起码的权利 因为他们的亲人 在这个防疫 这个自出 由于中共 这个隐瞒疫情 打压李文亮 这个医生 这个事件 造成了什么呢 把这个 这个制止 这个疫情 这个最佳事件 错过 所以造成了 很多的老百姓 心股地死掉了 没有得到 及时的治疗 死的人 可以这样 这样讲吧 非常多 中共隐瞒了 这种死亡的数字 所以说 在这个领取骨灰 和这个问题上 就暴露了真相 那这位刘盈盈 就是把这个图片 真实放在网上 结果呢 遭到了什么呢 遭到律师协会的 这个打压 律师协会 是什么部门 有人都不懂 律师协会 那些会长 副会长当中 有很多人 都算从身份 表面看 是一个 这个律师专业组织的 这个负责人 其实他们的 真正的职责 都有可能是国安的 或国特的 专门负责什么 对于律师进行监控 这就像记者协会 报社里面 政治 这个政论部 这个里面那些记者 两个身份一样 一方面是记者 另一方面是 国安局的 这个母母处的 一个特工 拿两份薪水 他们为了这个 个人生活 为了个人的地理 他们就可以出卖 这个灵魂 对于其他人 同意的人 进行监控 骚扰 举报 检举 搞这些名堂 这种事 本人在2006年 出狱之后 被中共软禁了三年 到09年 这个期间 天天和这些人 打交道 我太知道了 这些人 所以说 他们对这个 刘英雄 这个处理 这个也是 这个小事 大作 性思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担心 领取骨灰 这个事情 如果说 很多的武汉老百姓 都行动起来 质疑中共造假 在这个 处理这个遗体的问题上 就死亡数字的问题 造假 那就可能引爆 一场什么 来自底层老百姓 弄苦 推动的 这个一场 这个变革 政治变革 所以说 他们怕急了 你看这个照片 反正网上 刘英雄 这个 推出啊 在这个微信工作号上 发出之后呢 很多的媒体 还内外的转载啊 质疑中共这个 隐瞒疫情啊 和死亡数字 所以说 中共这些 维稳部门 那就肯定要 对这个刘英雄 下手啊 只不过是 他们实在抓破了 什么更多的把柄啊 仅仅给了他一个什么呢 给了个警告处分 那就等于说 告诉你 你要不老实了 我不认错 不再这个是 搞这种 这个行为的话 这种事的话 事情的话 就保住工作 因为律师这种 就是个工作嘛 律师协会 每年都要核实 你的这个执照啊 如果你表现不好 他们就把你执照吊销了 执照吊销 你无法再去 这个承担官司 你就赚不到钱 无法生活 所以律师是非常痛苦的 你只能做一种选择什么呢 和中共勾兑啊 按照共产党地方官员的这个指令啊 去指了位吧 在法庭上 你去 这个瞪着眼的说瞎话啊 吃完原稿吃背稿 那你就赚钱 发家致死 致富 甚至可以买房买地 到海外去 这个 转移资金啊 这个安置自己的亲友 生活过得非常地奢华 但是你想和中共作对 挑人家的毛病 专门办那些这个人权的安置啊 甚至你不随着中共那个子卫棒跳舞啊 不说假话 那你肯定他要整理啊 所以中共这个司法部一再讲了 就是说 重政治不要重证据啊 讲政治不要讲证据 所以中国的律师分成两种人啊 一种是出卖灵魂的啊 但是非常富有啊 甚至还有一些情服律师 就是和那个法官勾结好了 专门和那个法官在床上干 然后呢 打二审官司 就是一审判十年 然后他呢 找到一个人的家属 说我 我打官司打得好吗 我能把这个十年给编成两年 那么六年 一年也给我一万 家属稀里糊涂不懂啊 觉得他水平很厉害 实际上他和那个法院的 法官的厅长都勾结好了 他们两个呢 平常周末呢 晚上都是在床上搞这个 建立操的 然后假装在庭上 两个人 好像还是 这个听取的律师 已经进行辩护啊 这种案件 我见了 好多这种案件 好多女律师 专门干这种审言 特别有钱 还有人专门陪着 政法委书记啊 打牌啊 赌牌 跳舞唱歌 滑天酒地啊 这里的事情讲起来 太黑了 黑的是身手不见不知 所以说正因为这样 像这个王全璋啊 还有刘英英这样的律师 非常可悲 他是中华民族的伎俩啊 中共最担心是他们这些律师 因为什么老百姓 维权的时候都不懂法律 都靠律师作为 这个领头人啊 领头羊啊 他们具有感受力啊 民居力啊 能组织起来 那共产党非常担心 共产党一个是担心什么呢 记者作家 像我们这样 有文字表达能力的 言语表达能力的 能够什么 讲出真相 他们恐惧啊 另一个就是什么 律师了 所以中国你看 近些年来啊 潜伏后继的 很多律师倒下了 以后都关到大牢里去了 你想想徐自勇 这又坐牢了 这是第二次的 另一部分就是什么呢 不愿意勾兑了 也是不能永远地 在国内抗争了 只好撤到二线 转移到海外去了 这样的也很多 还有一些 干脆就死掉了 死了默默无闻啊 那么也有一些妥协了 出卖灵魂去了 这个甚至还有 到这个 到的庙里当和尚的 杨金柱不就当了和尚吗 所以说 这是中国的一个什么 在集权统治走向 崩塌的什么 这个时刻啊 这个转型接着 必然出现了一个什么 社会的现象 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正预思的是什么 春天吉祥 赖到了啊 这一天总会来临的 所以说再次啊 对王全璋 对这个刘盈盈 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啊 那今天的海外 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